今天其實要訪問的對飛鏢這個賽事是非常非常的投入 歡迎的是中興保健副董事長林建涵 Frank 來節目當中 你好 差不多十幾年前的時候 剛好我朋友找我去一家在東區的一個飛鏢店 就從那一次開始就覺得說飛鏢其實是蠻好玩的 飛鏢其實它是非常好入手的一個遊戲跟一個運動 因為它的距離不遠 然後男女又都可以玩 它其實也不貴 你投幣一個遊戲二十塊到四十塊 然後一組的 你如果真的要自己的一組飛鏢的話 一組三個嘛 三個 對 差不多就是一千多塊就可以買到一組還不錯的 你自己的標 我們一開始其實是以叫中寶貝 因為我當初看完整個市場然後跟遊戲 我那時候發現說 我覺得飛鏢這個運動 其實未來有可能會很容易會很快會起來 嗯嗯嗯 然後他還沒有一個企業去贊助他 對 我們知道說打高爾夫球就是賓士嘛對不對 然後那個路跑有富邦 所以大家都會對一個某一個運動已經會有一個制定的一個品牌 所以我想說我趁這個時候大家還沒有注意到他的時候 我就用中心保全心 我當初創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也自己的很嚴格的要求就是說 對 我就兩個原則很簡單 一個是 我一定要提早結束 我們是很多國外的選手從不同國家過來 所以你也要給他晚上的時間出去看一下台灣啊 去台灣的酒吧去玩玩 然後去吃夜市啊 那第二呢一定要流暢 所以我為什麼要限制那個人數的原因也是在於說 第一可以在我要的時間去結束掉他 第二呢就是讓他可以讓比賽是越順越好 對 因為他如果不夠順利的話 其實KK的時候大家打的心情也會不對 其實在台灣很多人對於飛鏢上是非常熱烈的 不管是職業或是什麼東西 可是你沒有人去協助他 他沒有這個錢出國去打 他沒辦法去成長 我們在台灣辦這些比賽 雖然每年都可以辦 可是你還是要讓他多去國外去看 去經驗 你才能讓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成長的空間 其實下一步就是要開始跟各國去合作 像日本今年就跟我們講說 他們也想要在他們那邊弄的一個AI Japan 這個如果成功的話 我看看能不能就開始跟不同國家一起開始合作 希望一個巡迴的一個比賽 對不只是在一年的這一次 有可能就是變成是累積分數類似這樣子 日本的選手也可以在日本打 你也可以到別的國家 最後就是累積在台灣 香港這一次來了兩百多個選手 香港就已經把AI已經變成是 他每一年都想要來參加的一個比賽 而且他們又把選手變成是一個idol來去設計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在經營這些標手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跟他們的姿態 也都要做訓練 你去國外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讓人家看你是台灣來的 然後你的manner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更多精彩內容請鎖定 幽浮 優福 スポーツ秀 加速公司 印象